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这个清明节要到了 所以老师我们来谈一个关于清明节有关的一个专题 我们分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是土葬跟火葬 或者是离树葬或者是海葬有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个就是我们回向给祖先 祖先如果投胎了,他还能够收得到吗 第三个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烧纸给祖先 那祖先是不是对他真的是有用的 好,我们分这三个区块 那下方会有快捷链,各位可以去看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你土葬或者是火葬 火葬之后你在树葬、花葬、海葬会不会有差别 这个老师一直想讲这件事情 其实在之前的直播也是有讲 其实老师最提倡的就是火化 火化是对一个人 他这辈子所有的事情都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ending 那是最好的 但老师也不是说土葬不好 因为土葬其实在我们的风水命令里面 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不可讳言 因为土葬你才有风水的问题 你不是土葬 你就不会有风水的问题 这样听清楚了吗 如果你是火化了 那你只有排位上的一个风水上的问题 排位的风水影响程度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说如果你安排排位 你不要让祖先去排位去面对厕所 面对垃圾场 这些排位这种事情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土葬 那当然有一些地理环境 的确是可以让你得到后代子孙很好很好的一个能量的挹注 比如说你可以升官、发财、考状元、功后将相 这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世世代代代就这样传承下去 因为他是有一个时间性的 而土葬一个最大的坏处是什么 就是即使你第一代的子孙真的给你庇佑到 但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到 你旁边会不会有个洞牵 会不会盖个大楼 会不会挖个电塔 然后没有给你下面找个山洞 这些都会破坏这个龙脉 那破坏这个龙脉风水之后 嘿嘿嘿嘿嘿嘿 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那你就会就冰白如山倒 原来从富庶之家 那就成一个破败之家 所以说追求土葬为了追求风水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把你自己身体放在土里面 的确因为我们身体上会有DNA 所以说他会直接弄 透过这样子的地磁的能量 把能量透过DNA的振动的频率 传到你的子孙的身上 但是一旦发生祸事的时候 你的不好的能量也会透过你的DNA 传到你子孙的身上 这老师会讲一个案例 就是老师以前去处理一个 就是说很极端的一个家庭 有一个家庭他们是在中国 他非常贫困 但是他的子孙突然就发忘了 但是他明明他的父亲是不得好死的 什么叫不得好死呢 因为他的父亲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 去外面打工 然后就在外面就发生了一个疾病 那就先去建祖宗了 然后怎么办 他把他的身体运回家以后 因为按照当地人的习惯 他是不能够去回到他们的祖厕 也不能进祠堂 因为他是在外面走的 这个规矩每个地方都有风俗 我们不说他对错 那后来怎么办呢 一个四个很年轻的妻子跟很小的孩子 也没办法抵得住这个家庭的长老 所以是说就把他的尸体就随便埋在 可能离这个村外 可能十里地以外的地方 随便包个草席 然后直接把他插进去埋了 到后面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因为他只能放一块石头在上面 你过了十几年 那个找不到位置了 但是就是因为他本身他原来这个父亲 他是一个很仁慈的人 很慈悲的人 所以说他随便一丢 丢到一个好位置 然后他就非常发望 然后子孙想要去找他原来 这个父亲的一个遗孩 想说我现在有钱了 我想去移他 这也找不到了 但是那个父亲从小跟他们讲 你们要懂得去怎么样 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说他们只能传承这个下去 到现在他们的家庭还是很发望 所以说这个的确是有他的能量 但是也有看到另外一案子 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地主家庭 然后他后来怎么样 他就请了很多公主先生 帮他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地 当然也没有发生这个宣布内用的事情 都是很好的地 但是是因为怎么样 他们常常去克扣这些农民工的一个薪水 或者去霸占别人的女儿 当做自己的小妾 这个在近代这几十年都有的事情 那你不要说是在古代 是近代都有的事情 结果他们把他做好这些所有的一个陵墓 这个绝对是供活降向 那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找不出破绽 结果一个小小的地震 对不对 刚刚好在他们来龙的卖上面 产生了陷落 完了没有来龙你哪来的去脉 所以说后代子孙在出国外发展的时候 就被当地人诈骗 然后就兵败如山倒 到最后这个地主的家庭 骗瓦不存 就只能勉勉强强的给这老人家 他们去送到一个很一般的养老院 但小孩就一个一个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么样的很玄乎的事情 这太玄了 对不对 都会有 所以说土葬它的变数太多 身为老师不是很建议土葬 有的时候火化你的仙人 会不会感到一个很着热感疼痛 你在吃炸鸡 在吃烧烤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件事情 不会好不好 这个疼痛的东西是脑神经的问题 你都没脑了 脑都烂掉了 因为人体最先烂的是脑 是不是脑都没了 你还去疼痛什么 那个是没有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也会网络上 老师有看到很多人朋友跟老师说 老师你看很多这个视频主组都说 哎呀 你这个有人去做那个水葬 或者是花葬 树葬 海葬 然后就梦到说主先跟他讲 他好冷好冷好冷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糊粥的 首先 第一个我们不能不讲的事情是 这个殡葬业 它是很多人的大蛋糕 所以说你少了这一些的一些礼仪啊 你就直接把它土葬啊 不要土葬啊 然后就变成花葬啊 树葬啊 海葬啊 开玩笑 你想到多少人的生计啊 说自然而然你不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说法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举个很现实的例子 如果这些不是土葬 你就觉得会冷的话 我告诉你 历史上有名的人 我们就说 释迦牟尼佛 世尊如来 他本身的佛谷舍利 四散在四周 对他自己又是肚子痛痛死的 是不是 那是不是他完全是不得好死的状况 那失守分离啊 对不对 那个什么 苏东破坏是有见佛谷说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不用去想人最好就是火化 火化之后啊 你的DNA就化成了无机物 城归城 土归土 与佛不恶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驾反遥辞 我们就可以往生极乐 去下一段旅程 自己去奋斗了 我说你的身体啊 最好就是火化之后 无论花葬 树葬 海葬 都不会让你的先人感到寒冷 你都把他变成灰了 你还冷个毛 你说懂不懂老师的意思呢 说就不要相信那些没有根据的事实 人家会特别写出来 那是因为他们有利益结构 老师不做这一行 对不对 我现在也没什么影响力了 也不影响到他们太多蛋糕 但是就是跟各位讲 最好就是火化 火化之后放着纳谷塔 当中我们可以追尸了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不用再去在意 好吗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清明节有时候会回向 你回向给祖先 祖先可能走很久 比如说耶爷奶奶 列祖列宗甚至爸爸妈妈 还可能往生了四五十年了 那你回向给他 还有用吗 这个东西 老师必须说 回向这件事情 它还是有它的作用 我们就解个简单例子来讲 什么要有作用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活着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确幸 运气特别好的时候 或是呱呱吃乐中奖 发票中奖 有没有一些小确幸 一个小确幸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是你自己本身的福报外 运气很好外 有没有可能是你前世的子女正在给你做回向呢 回向是一个祝福 无论是你自己做还是请别人做 但是你自己发心 我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善念 善念回向给你的往生的亲友 它是会有作用的 哪怕他已经投胎了 他也会好运恋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成长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让他生命的循环 他一直都会跟着你回向对象的身上 一直发生善的作用 所以回向是一件好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谈的是 烧纸给祖先 是不是真的是有用 这个事情老师必须要很认真跟各位讲 烧纸给祖先 烧榜子 烧超跑 烧奴仆 烧一些豪宅名车 还有手机 还是有些人还是烧平板电脑的 这些都会有用 但是它是有限定状况的有用 什么叫有限定的状况有用呢 就是这个人走之后 我们的世界会真正到另外一个更开阔的世界里面 我们现在有肉体这个世界 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世界 各位有去稍微去研读一下佛经 或者是各种宗教的经典 其实你都可以发现到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 其实只是像一个沙子一样的世界 像说叫虚靡 这个虚靡 其实我们现在处的世界 并不是整个虚靡 它是一小部分的虚靡 对不对 那你基督教还有天堂 那个什么回教也是有 各个各个中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说我们在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广大 那么它这个地方 还有分很多很多的层级 当然我们一走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灵界民界要什么一些幽民界 各种的界会产生 因为它就是不同的维度 那么我们化给主先化给往生亲友的 他们假设他们你真的要写对 要署名给谁 他真的收到了话 他们可以使用 但是只能在限定区域去使用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在北极跟北极熊用美元买东西 这样各位你能够理解吗 对不对 你要跟北极熊交朋友 你也拿鱼拿海报跟他交朋友 但是你不能拿新台币 拿美元 拿人民币 用他脸上给你花了 一天给你一百万 对不对 大家当兄弟行不行 不行 没用 因为他不能用 所以说在那个界里面 它是能够使用的地方 只会在灵界的一小个地方 它是在你的各种界之间 一个小块地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使用 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一个教育的限制 就是说你一次只能花多少钱 一次能够使用东西是有限的 但是当你的祖先 或是你的往生的亲友 他们要去其他的世界 去冒险的时候 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换给他的东西 是不能够带走的 这样多辉到这意思吗 所以说灵界 或是在我们所谓的阴间 他们的规矩在 你稍过去的 他们可以使用 他们开放 让你使用 所以你要说吃香喝辣什么东西 在那个界可以 但是他们也不能一直待在那个界 就像我们一直想在家里休息的 不行 我要去上班 对不对 要去挣钱 老师也喜欢去打游戏 但是我也得拍视频 对不对 都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一个职责 他们该走的下一段的生命的旅程 不叫人生了 因为他有下一段生命的旅程 所以是说他只有在那个地方回到他自己的那个戒的时候 他可以使用我们画给他的东西 但是离开那个戒 要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抱歉 此路不通 是不能够使用的 会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是说我们画给祖先的东西 我们意识到就可以 最好的东西可以回向给他了 是你自己的思念跟祝福 还有你的善行跟善举 这些都是属于功德的传直销 而且他你的亲友就是你的上限 你做好多少的好事 不是多少的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你尽心的去参养你的善心 这些的正向的力量 都会回向给你的亲友 这个是最有效的 而且他不受这些戒的限制 不限这些维度的限制 他们都可以去使用到 这个是绝对的 完全的传直销 他们都是你的上限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样反过来说 你作恶 你作恶多端 你就小气吝啬 辱骂 批评 当双民 对不对 躲在肩盘后面骂老师的 开玩笑 这些不好的事情 都会变成你的工业 那当然也会回向给你的祖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教的 越远他离得越少 他是负贷 把你负贷的责任越少 但是你自己做的事情承担最多 但是你的祖先也会因为他教导不周 那当然他们也要受到一些的扣分 好事他们就同样的加分 而且加了你做的越多 他们会有加成的效果 恶也是一样 所以是说 与其说我们要烧纸给祖先 不如把你的心能够用行动 用行为 用言语 去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多的帮助 那么这个是我们回向给祖先 或者是我们给祖先最好的祝福的方式 所以说结论就是 第一个土葬老师是绝对绝对不倡导的 最好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强制的火化 这个是对环境 对我们后面子孙的居住正义 还有对这个世界资源 在有最少的方法 而且真的是城归城 土归土 抛下这一副身体的旧物 我们才能够是怎么样 不受影响的迈向的心声 你没事留一个账单在这边 等着去搅干什么了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回向给祖先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能够收到你的祝福 第三个就是烧纸可以少 但是好事你要坐不停 今天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清凝节 跟各位一直跟老师提到的问题 老师可以做一个答疑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